身涯獨下過二十多座大滿冠 Rafa Nadal傳奇榮譽無數 二零零一年他成為職業選手後 就不斷進化 更以十四次登頂法網的紀錄 獲得紅土之王的美稱 還曾拿下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 男單金牌 同時在單一大滿冠奪得十四座冠軍 卸下滿牛障礙 生涯金滿冠等紀錄 如今三十六歲的他 透過社群平臺 宣布他確定將在下個月退休的整涵蛋 我實在是這兩年來的確是 幾年來的確是 這兩年來的尷尬 我覺得我沒有能力 打算不足的決定 這是一決定的決定 今年受到傷勢索酷 拿到今年更值大的七戰比賽 戰績為十二勝七敗 而儘管過去兩年受到傷病困擾 但他從未放棄回到場上 如今他也做出選擇退休的決定 至於拿到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 他也在影片中透露給大家 接下來拿到將在家鄉 馬拉加勒台維斯杯決賽上 進行他的最後一舞 並將代表西班牙對陣荷蘭 與奧運男雙搭檔卡爾斯等隊友 並肩作戰 而作為和羅茲菲德爾和諾茲 並列三巨頭的成員 他的退役也象徵著 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只能終於說一句 1000感謝 谢谢大家 和下次见